工聯會發布扶貧研究2013 研究從勞工和基層的角度出發 分析了本港的貧窮問題 並以就業為本,積極扶貧作為方針 向政府提出一系列政策性建議 仍然希望能落實以就業優先的經濟發展策略 經濟發展必須帶動社會發展 以及使用我們的基層能夠在經濟發展裏 分享到那個成果 研究發現2001年至2012年間 本地生產總值上升了54.6% 物價上升了16.2% 但貧窮率卻沒有下降趨勢 2012年貧窮人口為149.97萬人 貧窮率為22.4% 數據反映了雖然香港經濟發展能夠做大了的餅 但在收入分配方面 卻未能為及勞工及基層市民 根本未能通過所謂的滴流效應扶貧解困 其後工聯會社會事務委員會主任麥美娟 副主任郭偉強以及委員鄧家彪 先後向特區政府提出了一系列扶貧措施 通常要扶貧最重要是令到我們基層的工友 能夠有就業的機會令到他們可以脫貧 現在的壟斷競爭不足 而是租金過份高額 我們反而才覺得是比較重要的問題 如果要解決在職貧窮的問題 相信政府也要就算在職貧窮的工作做多些 工聯會建議政府應盡快定立貧窮線 設立就業扶貧儲蓄戶口 和基層家庭生活津貼 來協助有工作能力的縱援人士和家庭脫貧 抽調500億成立退休保障基金 以便未來推行退休保障方案等 完成! 執行 執行 執行